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械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了 而看似不起眼的金属零件 却是这些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人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生产出大批量的零部件 而是对这些金属零件的性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加工工艺已经完全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技术要求了 于是一种新型的机械加工工艺应运而生 发明者将它命名为豪克能 豪克能可以说是能量加工技术的巨大创新和突破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运用激活能和冲击能的复合能量 对金属零件进行加工 而且这些金属零件只需经过豪克能的一次加工 就能达到镜面的效果 性能也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改进和提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车代磨 用车销工艺代替磨床加工 实现对金属表面的最终加工或者金加工 而且在豪克能的辅助下 普通磨床就能成为高精度的磨床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了解过机械加工的人应该知道 通常情况下 车销工艺只是粗加工 经过这道程序后 想要金属零件的表面粗糙度达到理想的状态 往往还需要进行金车粗磨金磨等多种工序 也就是说以车代磨后 不仅能够精简工序提高效率 而且加工质量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豪克能镜面加工设备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安装在机床上的执行器 而另一个是用线缆连接的豪克能控制器 这些设备应该怎么使用呢 其实豪克能金属设备的操作很简单 利用控制器控制执行器输出能量 就能实现以车代磨的加工 通常情况下 用普通刀具在一般的机床上将零件加工到一定的精度之后 就能直接使用豪克能金属设备进行加工 豪克能执行器对弓箭表面进行的能量冲击 可以达到每秒三万次以上 轻轻松松就能实现镜面加工 达到表面改性的效果 那么豪克能的巨大突破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 当然是零件性能的提高 利用豪克能金属设备加工的零件 粗糙度 疲劳寿命 显微硬度 耐磨性和耐腐蚀性会大幅度提升 加工后的零件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0.05微米 疲劳寿命是原来的数十倍 甚至还要更多 而且显微硬度 耐磨性以及耐腐蚀性 也会分别提高20% 50%以及40%以上 更重要的是 豪克能界面加工设备的生产效率 是传统工艺的三倍以上 性价比比硬车高得多 此外 豪克能在加工过程中 不会改变零件的加工精度 也没有任何粉尘污染或者安全隐患 具备良好的环保价值 在国家倡导绿色工业的今天 豪克能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十分广阔的 豪克能镜面加工工艺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不管是什么材质 或是什么外形的金属工件 都可以使用豪克能进行镜面加工 例如球体工件 R弧工件 外形工件 内孔工件等 而且 利用豪克能加工后的工件 其性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与之前的抛光工艺相比 采用豪克能加工的球体工件 显微硬度能提高百分之二十 不仅提高了加工效率 还改善了加工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绿色环保加工 此外 豪克能工艺还解决了 R弧容易断裂的问题 极大的延长了工件的使用寿命 对于外源工件和内孔工件 豪克能工艺都能有效地实现硬度 耐磨性以及光洁度的提高 毫无疑问 在普通车床和竖控车床之后 豪克能机床将成为新一代的最佳选择 接下来针对豪克能的优势 小编再给大家说一些具体的成功案例吧 豪克能的第一个客户是法国阿尔斯通 阿尔斯通有一个130吨重的核电关键零部件 因为达到图纸加工要求 需进行再加工 阿尔斯通的客户要求 除了提高零件的表面光洁度 还要提高零件的硬度 否则零件只能报废 而阿尔斯通采用了中国的豪克能技术 进行再加工 加工后的零件 完全符合图纸的各项要求 既要报废的零件因此获得重生 之后阿尔斯通与中国的华云机电 又展开了多次合作 豪克能技术还应用于军工航天 可实现镜面加工与材料性能的提升 使用国产材料的航空发动机轴承 采用豪克能技术加工后 强度是世界顶级轴承企业 德国FAG的22倍 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 而且远远超过行业标准 多次竖装甲与加工效率低 已都是中国航空发动机 液片制造领域的技术难关 豪克能专利技术的应用 使得一次装甲就能够高效完成 洗销与豪加工 加工后的叶片光洁度高 形状精度高且稳定 具有更高的抗热冲击 耐高温辅蚀 抗热焦变和复杂硬力的能力 后续辅助工序得以简化甚至取消 另外 勇士军车同样采用了豪克能技术加工 国内多家国防工业企业 已经与华云公司在残余硬力消除领域 长寿命制造以及超紧密加工领域 展开了技术合作 车轴经豪克能镜面加工处理后 表面粗糙度减少 表面发生塑形变形 精力明显细化 显微硬度成梯度化 表面硬力状况发生改变 由拉硬力改变为压硬力 有效延缓了疲劳稳劣的萌生 延长了车轴的服役寿命 比如说 华云机电和铁道部合作的一个项目 用豪克能技术加工高铁的车轴 可以让高铁车轴寿命提高一倍 济南铁路局一年就可以节省 1600万元的支出 再比如说 十年前 国内气轮机场 生产转轴用的是西门子的工艺和设备 而杭州气轮机场用了三年时间 反复用豪克能技术进行试验 再比较了加工的转轴粗糙度 硬度等检测数据后 决定在转轴制造环节 全部用豪克能代替西门子 目前 国内的大部分气轮机场 已经用豪克能技术替代了西风技术 豪克能的客户已有上千家企业 并已经在我国的航空发动机 航天飞行机 神舟飞船 列车大提速 军械制造等重大课题中得到应用 小编也相信 未来豪克能能为国家解决更多的卡模子技术 在此 感谢豪克能发明者赵显华 对中国机械加工的进步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这项原创技术 值得我们每一名中国人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这项中国独有的黑科技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小编互动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